以前就是童年的时候他给我很多快乐 然后呢 打发打派再不好 我也愿意给他花个几十块钱 知道吧 就这样子 有时候真的是欠周星驰一张电影票 知道吧 你们没有这个感觉 你们也 你们想看就去看 不想看就别看 因为你们跟我们不一样 我们是跟周星驰同时长大的一代人 我们是看着周星驰长大的一代人 所以呢 我们非常的想报答周星驰 周星驰老师呢 给我们他的各种神奇的想象力 给我们一个完全产生的世界 虽然周星驰不喜欢我 但是我很喜欢他 就这样子 从香港回归之后呢 拍的电影水准有所下降了 但是总体来讲 大师还是大师 所以有时候人有艺术追求了 他就对于结婚这种事情不是很热衷 就这样子 事实上他想结婚也是分分钟钟的 周星驰想结婚 周星驰虽然身上有很多毛病 刻薄啊 小气啊 计较啊 但是他是一个有才的男人 任何女生都是愿意嫁给多数啊 只要他愿意的话 就是愿意嫁给他了 周星驰电影也没有越来越差 这个有时候评论不太合适啊 美人仪是比较差的一个电影 但是呢 功夫呢 我是比较喜欢的 然后呢 西游虎魔剂也是水平也是比较相对比较高的 然后少林足球可能比较差一些 基本上他即使到了我们这大陆市场 他也实际上他也是保持的很一贯的水准 周星驰的电影基本上就是四部里面有两部特别好 两部特别一般的 因为不可能每一部都出精品 又不是神仙 然后呢 在这种残酷的工业环境里面 能够两部作品里面有一部特别精彩的 就是等于说他每年至少出一部作品 那么呢 在这种情况下 也就是说两年必有一部佳作 这个对导演的考验呢 实在是太太残忍了 按照这个标准去衡量别的这个导演 那多数导演做不到的 周星驰特别差的这个美人仪啊 可是你跟别的导演比起来 比如说跟煎饼侠比起来 那他妈煎饼侠简直就一堆死啊 那跟分手大师比起来啊 那个美人仪简直就是一个他妈满汉前席啊 早年看过了很多的这个周星驰的电影 然后对他太过的苛责 就这样子 好 好 好